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們 你們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場其實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給我吧 我就是你的貴人 歡迎收聽股市蔡英斯坦 大家好 歡迎您收聽股市蔡英斯坦 牛年封關了 祝福我們的聽眾朋友 大家虎年都能夠福氣滿滿賺大錢 那麼虎年到來 投資朋友們可以把握哪些投資機會 以及廉價結束之後 要如何來搶下先機 馬上來歡迎股市相對論的發明人 同時也是改變醫生的貴人 摩擬頭顧 蔡英斯坦蔡振華老師老師好 盧比好 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蔡英斯坦老師 除了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之外 老師對於塔羅牌也是相當有研究的 那麼今天也要麻煩老師 在我們這個特別節目當中 幫投資朋友們抽一下這個塔羅牌 然後預測一下說 今年大家 沒有沒有你抽 來我給盧比抽 好我抽 我分析者嗎 分析者應該要練到一個 不管行情來講都是走著走著順 好 那給投資人抽的話就是 這一部牌 那我就是投資人代表 我看看你幾張 你抽六張好了 六張好 那我就先抽了 一二三四五六 好這樣這六張 我看 老師看一下 好 好那塔羅牌這東西是這樣子 那大家就是當做一個遊戲 但是你在看待遊戲的時候 要有一個認真的心情對不對 因為你想想看那些 很會下象棋的人 他的謀略其實跟一個國家的元首 是差不多的 對 他有佈局嘛對不對 是要佈局的 如果你要把它看待成一個遊戲的話 他有很深的哲理在裡面 其實西方的概念 全世界宇宙概念都是相通的 你說東方有這個老子嘛對不對 太上老君 是 西方有愛因斯坦 中間的這個歷史差了大概兩千多年 可是他講的內容其實差不多 對 這是哲學 只是一個從他的角度切入 另外一個從科學角度切入 是 所以這個塔羅跟這個易經 什麼 易經或者說指揮這種 或我們華人講的五行八卦 他都有相通的 那只是說現代他要改良 你比方說我這邊插個畫 我等一下 我現在在講的過程當中 我一面在想你那個牌 好 你這個組合 是 就很多年以前 我跟你講就是 有一個那個什麼指揮大師 是 那因為我陪我一個朋友去 那我朋友是一個那個 數十億的操盤人 喔 哇 他這個是很厲害 但當時遇到金融海嘯嘛 對吧 那遇到金融海嘯呢 他就不順 他是想問問大師的意見 我就跟他一起去 因為我也懂一些 但是我不是出來做生意的 我是自我修煉 我在尋求一個宇宙的答案 所以我各種學問都要涉獵嘛 是 那因為他的命格比較特別 他去看那個指揮 他那個幾個工位 我跟你講他的那個工位 他的財博工裡面剛好做兩顆 天空跟地結 是 這個在古代的這個解法當中 是最差的啦 這個我怎麼可以在財博工裡面 其實喔 那個大師就在解他那個盤說 哇你這個沒有錢啦 然後就講的很差就對了 真的喔沒有財 他說你這個就是要做公務人員啊 你這個就是要怎麼樣求穩定啊 要不然你財工 你這個有天空地結都在你財博一定會破財啊 怎麼樣你知道這樣 是 然後我一聽就知道他解錯的 你知道嗎 因為他不知道我的那個朋友是數十億百億超盤人 人家賺都已經賺翻了 對 人家只是因為遇到海嘯的時候 很難做 然後想問運勢不好 但是因為面有愁容 那個算命師他就以為他很窮嘛 他可能以為他一個月薪不知道多少 還找不到工作 三年找不到工作還怎樣 他有沒有搞錯 那我跟你講 我跟各位講說大師錯在哪裡喔 因為他用古代的想法去想現代 你想想看喔 古代沒有股市嘛對不對 那古代事實上 如果說你不務農的話 那就很簡單你做官嘛 享受俸禄就是領朝廷的啊 你要發大財的話怎麼可能 要不讓你貪污 你要貪污你要有先有官位啊 所以為什麼古代會講五曲是財星呢 你要五曲是 為什麼五曲是財星 你成績是財 他自己不會做股票 他可以出去搶啊 是 對吧 他可以征服整個歐亞的土地 對吧 金銀財寶女人都他的嘛 那 可是大家想想看喔 你現在不能出去殺人吧 那不行 你不能說你這個什麼 什麼 什麼五曲畫路 你要出去殺了一個富豪 香港以前有一個賊王嘛 他不是綁架那個什麼 什麼首富有沒有 勒索有沒有 你不能這樣搞吧對不對 那現代來講的話 合法的戰爭是什麼 是金融啊 是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解法錯在哪邊 你想想看喔 如果說你 你財博共裡面做了天空地結 說你沒錢的話 這不對 假設說你要賠錢 你要有前提之下是什麼 你得先有錢啊 對啊要先有錢 你沒有錢你怎麼賠錢 沒錯 對吧 所以說你在這個地方 出現破財的情形 他只有一種前提之下是什麼 你先賺到再賠回去 你只能說這個人 他的財運有起伏 比方說你先賺一億 再賠八千 又賺兩億 又賠一億 對 對不對 你要怎麼樣去平滑掉 他的這個上下震盪 而不是一開始就說 你這個會賠錢 你會賠什麼五千萬 你沒有五千萬 你要先用五千萬 你才能賠五千萬 你如果一開始一窮二百 請問你哪五千萬可以賠 應該會借你啊 所以他這種解法 一聽就知道他是錯的啊 他那就是古代的那種說法 沒有轉化到現代 那因為現代呢 因為我不是做這個行業的啦 所以我有很多這種 心得跟想法 當然我也不會傳承啦 但是因為人之 所以我會把轉回來這些事情 就是說 台灣牌也是一樣的 這東西是這樣子喔 我告訴你喔 他呢其實跟這個買賣有很大的 這個強弱 有很大的這個相通之處 比方說你看喔 Ruby你第一張這個是 劍死 倒劍死 倒立的劍死 是 你看這個圖案喔 他這個人的杯上插了十把劍嘛 對不對 看起來是不是很慘對不對 趴在地上要死不活有沒有 但是你這張是倒立牌 然後再講你第二張叫劍七 劍七就是從帳篷裡面 偷一張 偷一支劍出來的喔 是 然後你看這個錢壁酒喔 那這邊有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女士喔 有一位女士喔 在一堆錢當中嘛 看起來怡然自得的樣子 再來你 第四張是高塔 你看那個雷打在那個塔上嘛 對吧 是 你第五張是太陽 然後你第六張是魔術師 這是你的建議牌 我現在解給你聽了喔 好 我這個是抓你的時間流 然後加一張 加一張建議牌喔 建議好 那後面有一個時間流中的小流 小 應該說是小流月喔 這個不是這個他們正統講的那個 什麼聖三 聖三排陣的 不是不是 我講的東西我都是 拿來食物用的啦 是 那第一個 我現在講你現在心態 好 好 那你的心態就很慘 你覺得怎麼很慘 被很多劍插著這樣子 對 你就會覺得說 喔要神習要戰爭對不對 但是你這樣排得倒立的 對 最慘就現在了 喔 你快要慘過去了 我會先苦後乾嗎老師 那要看你下一張是什麼 是 因為你的第二張是在劍七 劍七 他是這個人拿了一把劍 他是 從那個敵人的陣營裡面 偷一把劍出來 他在做的是一個很 看起來很危險的動作 是 那古代是講說 你這個叫做 好像 一般的那個塔羅書裡面 教這張不是很很正面的牌 但是放在這個地方 我會認為說 這是一張正面的牌 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在這個位置 我給他四個字 叫永不放棄 喔永不放棄 哇很棒耶 就是你你這認出 就是一條路死了嘛 對不對 你寧可 再去偷最後一把劍來 跟你拼個生死 我把劍七放在那邊解讀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後面那張是錢必九 是 如果你幹了這件事情以後 你會獨自享受賺到錢的喜悅 但注意你是前九 那你不是前六 如果說你是前六的話 是表示大家都賺錢嘛 對不對 或者說你前十 或者說你是一個 我舉例來講 太陽牌如果是在這個位置的話 我可能會認為說 表示整個市場好轉 那我這樣看來的話 不是那麼完全好轉 因為前九有一種 你自己爽的意思 表示說 這個我解到現在為止 我大概 我大概要講一下就是說 是 今年上半年應該是這樣子 先很慘 先很慘 然後呢 你逢低進場 是 叫劍七嘛 劍七對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前九 你選對股票 選對股票 但沒有選對股票的人 就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才是前九 對 那所以風低進場前半年 跟我們想的差不多 是 但你後來第三季拿到一個高塔 這要注意喔 今年可能在 可能 十月 十一月那附近 對第三季的時候 不知道會有什麼衝擊 那聽聽就好 那你們也不用認為我們是在這個 反正過年嘛對不對 你就當作我們在講一個遊戲 你也不用太認真 不要特別去講說 你這怪力根本沒這回事 我們在遊戲嘛 我們預測 那你就當 你如果完全不信 你就當我這個瞎說 我們就是這樣 因為解牌這個也新鎮 也是自由新鎮嘛 是 書店都有賣 網路上你也可以找 再來你這顆是太陽 那就高塔 如果你沒有被嚇到的話 或逢低進場 所以今年來講 我認為是逢低進場 有兩次機會 年初年底各一次 是 那最後一個是魔術師 是你的建議牌 魔術師 你看他手邊有很多工具 是 魔術師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年學到的東西 可以有所運用 就比方說你學到價值選股 或說你學到一個叫做 這個技術面 或是你學到籌碼選股 是 或是你學到說 從新櫃找金基 對不對 就是你以前沒有經歷過的 但是你曾經聽過學過 那你學過不見得用得上嘛 對不對 比方說你以前學過九九成法 對不對 可能你小時候就學過 三年級 連二年級就學了嘛對不對 對 一直等到25歲 大家出來開店的時候 終於用到九二成法 拍上用場了 對 就是那種感覺說 你以前學個東西 要把它拿出來用 這是你的建議牌 好好想想你去學過什麼 那這是給大家在過年的時候 一個參考 我覺得正向的意義 所以我們留下來啦 負面的那種神怪 我們就不要迷信嘛 對不對 是 正向的意義大概幾個 就是說 遇到災難 或是非經濟因素的恐慌的時候 逢低進場 這個是OK的嘛 是 那再來就是說怎麼樣選股 那你有什麼樣一個邏輯 大家還可以像魔術師一樣 就是學習 不停的往前學習 我想這是 塔羅帶給我們一個正面的意義 好的 那我們這個農曆年的特別節目呢 真的是相當的精彩 那大家千萬不要走開喔 那也歡迎 利用稍後的廣告時間 趕快加入我們餐飲資坦 免費的LINE帳號 那我們現在呢 就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進廣告囉 我想要聲音好的小收音機 我想買一台好收音機送給爺爺 我在家裡到處都要有收音機 走到哪 聽到哪 我自己也想要有一台收音機 中廣嚴選山進收音機 新機上市 PRD32數位選台的鬧鐘收音機 造型可愛方便輕巧 還有立體聲雙喇叭 中廣獨家販售價2000元 請上毫無市集網站選購 02-2362-1968 聽眾朋友 這個新的一年 先祝福大家 虎虎生風虎年行大運 那我們在2022年 有全新的333 要歡迎大家來私訊 或者是來電預約喔 那麼請先加入 蔡英斯坦免費的LINE帳號 ID是 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 goldmoney168 或者是 撥打我們的諮詢專線 080066 8085 080066 8085 這個2022年 全新的333 這個陣容呢 相當的精彩 那請大家就務必 把握機會 立刻私訊或來電囉 歡迎回到 股市蔡英斯坦的節目現場 那麼虎年的新開始呢 要取得這個好兆頭 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老師 在這個年後的操作上 有什麼是大家可以來留意的呢 對啊 因為剛剛講到這個東西 我還沒有講完 是 就是說 那 我在這個 當然可能今天講不完了 就是 那一次就是 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他就說他那個 數十億的朋友 對對對 因為他就在旁邊看 他說 田宅公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聽到那個大師在講說 哇你這個田宅公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很多人這個觀念都錯了 因為古代跟現在不一樣 對 時空背景也不同 古代的田宅很簡單嘛 就是 基本上跟上一代的福德差不多 你想想看你現在去買一個房子 你說現在來講的話是有管制 在早幾年代 差不多08年以前對不對 你一定聽過那種高槓桿對不對 比方說有的人他透過某種方法 他可能自備準備了兩成對不對 對 那對銀行來講是兩成 實際上那兩成可能也不是你的 對不對 你可能 比方說你借了300萬來 你要跟他拼一把 然後你可能漲了要賣掉 那我問你 你名下有一棟房子 你田宅公裡面就很旺嗎 說你田宅公有就代表你一定有錢嗎 那也不是 你錯了好不好 那個錢是銀行的 你在想什麼 你九成都跟銀行貸的 那根本就不是一個資產 所以你田宅公旺 一定代表你祖上有錢嗎 我跟你講很多這個 我覺得是這樣子 這跟技術分析一樣 是 就古代的技術分析 像K線這種 以前從日本傳來的 是 或者是說 像這個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 很多這種技術指標有沒有 他們當時被發明的時候 都是當時的時空環境 你現在要用的時候都要改一下 我跟你講都變了 但當時的精神都是對的 你不能說那個東西不對 人家是在那個時代寫的 是 你要學的是他的那個邏輯 然後在現代的時候改良成現代版 對 你知道像我們這次課程 很多講到那個K線的 很多講到那個亮人的 可能我都把它改掉 是 這個 如果說 投資朋友們在這邊 2020年要把握這個機會的話 好好跟我們學一下 是 這個 跟我們聯絡一下 其實過年期間還是有可以看 因為你 過完年就要進場了嘛 對吧 那我們2020年還是一樣 333計畫 是 一檔股票 三檔股票要賺三成 一定比一檔股票要賺一倍相對容易 是 那首先幾個 2022的大事 第一個就是 我們國內愛系設計的龍頭廠商 有一家子公司要掛新櫃 是 這我認為是2022年的頭等大事 超級新人王 這一隻 這一隻我認為比立志更厲害 是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他 我跟你講 一家公司 他還沒有掛新櫃 在掛之前 現在 我所知道 外資已經搶破頭 哇 這已經搶破頭 我還沒掛呢 連掛都還沒有掛 位上市就已經搶破頭 你想想看嘛 她媽媽是 國內愛系設計的龍頭 在台灣能夠當愛系設計的龍頭 就等於是地球的龍頭了 你這樣懂吧 是 沒錯 能夠跟高通比的也只有那一家嘛 是這樣講吧 對 對不對 你在台灣能當龍頭 你在太陽系就已經是龍頭了 是 再來我們來看 所以 錯過去年那些養精機的 我2020年這個新的機機 這一個一定要好好把握 對要好好把握 是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這個 剛剛提到 有 資源嘛 資源新行 然後 就是這幾支 去年 第四季本來 大家認為說 投信作帳 做完要擊殺那些股票 那這些股票是 有機會來做反攻 因為我剛剛講過了 就是說 既然代工的價格 如果說未來沒有那麼硬的話 對 長期來看對愛系設計 是走偏 偏多的 但是我們這個地方要再把它 仔細來做一下分野 愛系設計實在太多支了 沒錯好幾百檔 那我們簡單來看一下就是說 封關之前哪幾個族群最強 第一個 網通有吧 是 那網通本來是在元宇宙族群當中 最接近食物這一段嘛 所以你看鄭文看中美這些 你都不能夠說它是虛的公司 對不對 對 人家都是比較實實在在 那一般市場上主流比較認同的 所以你想網通 然後愛系設計 那簡單嘛 找網通愛系設計 答案就出來了 很簡單嘛 因為股票就是疊加 有的時候你不要把它想得太難 比方說另外一個強的族群是什麼 我們看到記憶體對不對 因為旺宏在漲 那部分也吸到了這個金文代工 流過來的資金 因為Netflix跟這個 目前看到就是DDR4 DDR5 這幾家 我講市場上最在意的 一個旺宏 一個滑榜點一個是高價的 可能就群點嘛 是 那如果要在這裡面 拉一個愛系設計出來的話 可能觀察指標就是靜豪科 那這邊部分的話 因為去年上半 下半年跌很多啦 沒錯 所以剛剛好在這個地方轉強 那我認為2022年上半年的機會 因為它在走的是一個平反的格局嘛 然後 這邊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那旺宏就我們就先不講 這我們剛剛提到過了 還有一個就是散熱族群 散熱族群我們在之前也有提到過 那散熱族群的話 當然我們看到就是雙紅 這邊也有來做一個反攻啦 不過其實重點是伺服器啦 是 因為散熱族群很多嘛 你要切伺服器當然就最熱 因為講的那句話還是元宇宙啦 元宇宙這個地方 你要拉這個主流端的話 當然就在這邊 我們看一下伺服器的PCB 看一下脖子 搶吧 搶 那你PCB也不是阿狗剛剛都能夠長嘛 對不對 所以伺服器三個字 應該還是算關鍵啦 大家記下來 就是那未來來講的話 老師那伺服器 IC設計你不要連一下 那你連出來 你大家就贏了嘛 對吧 再來我們看一下華金科 這個 這個也是滿強的 連價 紅光錢也是很強的 也是上來的 底下有兩隻金雞 那這兩隻金雞有沒有在背後掛牌 我們後面可以持續做觀察 不過投信看起來是持續做買進 然後包括負財 負財的話就是Mini LED這一端嘛 那這邊 負財中壘 然後負財的話看就台表科吧 那是不是有機會延續這個1月份的強勢呢 那我想大主流族群 差不多在1月表態就這些 那這次撐拉回的時候有部分買點有出來 不過呢這些股票畢竟都比較大 如果要享受在開春以後出現三根跳空的 可能股本要找小一點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不方便公開 不過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跟我們一起做操作 我們正要做進場 邀請各位一起 2022全新的333一起來做進場 好的 那麼過去一整年所有的投資朋友們都辛苦了 那麼虎年的新開始呢 希望大家都一定要健康 那有健康的身心呢 在面對股市的操作呢 這個思緒呢就能夠更清楚 那有任何選股換股的問題 還有我們的2022年全新的333計畫 歡迎大家呢 透過蔡英斯坦的Lighter 或者是波通專線聯絡我們 那麼我們今天的節目呢 就進行到這邊 再次感謝摩爾投顧 蔡英斯坦 蔡政華老師 謝謝老師 祝各位超級愉快賺大錢 我想要聲音好的小收音機 我想買一台好收音機送給爺爺 我在家裡到處都要有收音機 走到哪 聽到哪 我自己也想要有一台收音機 中廣嚴選山進收音機新機上市 PRD32數位選台的鬧鐘收音機 造型可愛方便輕巧 還有立體聲雙喇叭 中廣獨家販售價2000元 請上毫無市集網站選購 02-2362-1968 聽眾朋友 這個新的一年呢 先祝福大家虎虎生風虎年行大運 那我們在2022年呢 有全新的333要歡迎大家來私訊 或者是來電預約哦 那麼請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費的LINE帳號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e168 或者是播打我們的諮詢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這個2022年全新的333這個陣容呢 相當的精彩 那請大家就務必把握機會 立刻私訊或來電囉